M Hello!HFA澳洲混蛋 大家订阅了我这个频道吗? 如果未订阅的话,快点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吧 今天有新片,你们就会马上知道 多谢大家支持,HFA澳洲韵食 今天我们来到Castle Towers Castle Towers是一个大型的shopping mall 就位于Castle Hill这一区 来这里也很方便,除了可以开车来 因为这里有大把车位给你拍 还可以坐METRO这个地铁来 今天我们要去找吃的地方 就正正在商场里面 一间大型戏院对外面这个位置 围着这个开放式廣场 就有各式各类型的餐厅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还可以坐在室外 一路享受阳光 一路享受美食 我们立即走一个圈 看看今天决定去哪间餐厅吃东西 我们立即走一个圈 有一间吃上海东西的店 它就在我之前介绍过Eastwood 那间上海天童菜馆的一间分店 就是这里了 Taste of Shanghai 里龙 里龙 里龙有室内的位置 当然也有现在大家看到的室外的位置 今天我们选择室内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的 室内的装修是很漂亮的 是不是很有上海风呢 即使用地的装修 这装修是很特别的 装修很特别的 正在装修很特别的 装修很特别的 食物很特别的 马上看看有什么食物 立即要看下菜牌 在哪里面吃的 两大叶的餐牌,全部都是上海菜 在理论看完菜单后,下单就要填这张下单纸 下单后,店员会再印一张下单纸给我们核对 又是要喝一杯水的时候 第一味来到就是上海炒面 一看颜色就知道充满浓油赤醬的风味 立刻尝试上海炒面 两位试食专员和我都觉得这碟面炒得很有锅气 很好味 接下来就是椒盐豆腐和小笼包 这个椒盐豆腐真的炸得很漂亮 尤其是那只碟 是一个大锅铲 好热热热,里面也很软绵绵 吃上海菜当然不少小笼包 没有味道的小笼包 一吃下去,那些汤汁全部饱了 汤汁全部饱了 汤汁全部饱了 这些红油炒饱都很好吃 大家又喜欢吃上海菜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一吃 皮很滑,很难夹的红油炒手 接着最后来的味道就是葱油饼 吃起来吃 最后来的味道很简单 我都看过卖相 会觉得很薄 但后来吃起来又觉得还可以 为何还可以 外脆内远 不然我便觉得再多些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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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便觉得再多些葱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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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来说,今天在里弄吃这几样东西,我都觉得非常好 充分带出上海菜的龙油赤匠风味 我认为这间分店的食物煮得比在Eastford那间天同总店更好 今天我们三个人吃了82.8毫二仙奥币 吃饱饱后,当然不少在Cuzzle Tower 逛街做window shopping 好了,这条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分享 给点留言和按一下小铃铛 如果未订阅HFA澳洲韩式的朋友,就快点订阅这个频道 还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 拜拜